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到老宋坎大山 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呢 和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 你就说和过去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很多地方完全不同了 当然了,这些思想的变化呢 有好的地方,有的地是积极向上的 但也有一些不好的 是什么,是人性的退步 还有一些呢 是大家莫名其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搞不懂为什么 什么原因造成的发生这些变化呢 你说哪些事情大家搞不懂呢 例如,大家的婚姻观 和大家的生育观 很多人就搞不懂 现在年轻人为什么有 现在这样的婚姻观和生育观 咱们今天就来说说 你看看有没有道理 告诉你真相在哪里 咱们先说说婚姻观吧 过去啊,你说 年轻人到了年龄 你就得结婚 如果到了年龄你不结婚 那父母着急 自己也着急呀 女孩啊都想赶紧把自己嫁出去 男孩得想我赶紧得娶个媳妇 那娶不着媳妇能行吗 那时到了一定的年龄 你还没结婚 要么你这个人有一定的身体缺陷 啊,有问题 要么呀,你肯定是恶习缠身 不是什么好人 别人都不想跟你 啊,所以说这样的人会被人嘲笑 被人看不起 他们就是那样的对象 啊,你看看是不是 那阵人你说你不结婚 可是现在呢 现在晚婚正常了 你说你三十好几不结婚 也很正常 没结婚 而且什么呢 很多年轻人选择 我不结婚 我不结婚 不婚主义者 我不愿意结婚 那话来说回来 你说这些说我不结婚 不婚主义者了 他们是真不想结婚吗 别听他们吹 他们哪个心里不想结婚呢 他们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人 我告诉你 无论男也好啊 女也好啊 你看看那女的 她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来了 高富帅来了 啊,那个男人碰到白富美了 你不想结婚 嘿嘿嘿 她跑得比谁都快 只是什么 他们欲不着 为什么呢 我跟你说说啊 首先呢 现在对于男生来说 结婚的门槛太高了 你说呀 房子 彩礼 车 还有你的工作 你的收入 怎么咋 要求一堆一堆的 很多男生 男士啊 他真是高攀不上啊 他真是够不着这个高门槛啊 够不着怎么办呢 你反正够不着就不结了 就选着我够不着你说 我还结啥呀 所以我不婚 那朋友说了 男人可以理解 那女生呢 哎 现在大多数女生啊 都有自己的工作 都有自己的生存能力 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算差 那么呢 这些女生都有一个固有的观念 什么观念呢 往上找 也就是说 我得找一个比我强的 我结婚呢 至少让我的生活可以比现在的更好一些 生活水平更提高一些 对不对是这样的呢 如果我找一个啥也不是的 我结了婚 然后我的生活水平水准反而被拉低了 那我结婚图什么呢 所以现在的很多女生都有一个观念 什么 宁缺物赖 我要找就得找好点的 找不着好的 我宁可不找 那么这种除外就出现问题了 哪那么多好的呀 很多好的被人抢走了 他又选不着好的 那么这种时候 他就说 我宁可不结 我不婚 你看看给他一个特别好的保护帅 起来都是我的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是什么呢 你看婚姻关还有一个什么 以前呢 是以感情为基础 相爱了 感情好了 而且最重要一点 以前也调查 哎呀 两个人搞对象 父母也着急 得看看那些什么样 调查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调查 这个人人品怎么样 那边很简单 上他们单位 自己打听 这个工作怎么样 努力不独立 为人怎么样 对待父母怎么样 人品好就行 很多时候那边常说一句话 不出别的 只要你人好就行 两个人人好了 可以一起在一起奋斗啊 为什么那边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那边大部分家庭的贫富差距 并不是很大 你家差一点 他家好一点 他差距不是很大 如果两个人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连这人品好 两个人一起努力 几年就能追上人家 而且不费劲 或许更获得更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人好不好 重要 可是现在不行了 人好不好 基本上没啥用了 经济条件也重要 有些人会说了 现在女人太势力 不是现在女人势力 而是现实造成的 前些年呢 还有一些单纯的女性 向往爱情 我找人好 我们两个共同奋斗就行了 但是大多数都被 真实的生活 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贫富差距太大了 说不好听的 你们如果那边一无所有 可能我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就追上了大家的普通水平 现在你一无所有 你可能用二十年 你都追不上一套房子 你告诉我你怎么追 真的 你像中彩票一样 找这个人特别有能力 真的追上了 也特别厉害了 那你就告诉我 这个人就靠谱了吗 这个人到了那种情况 被花天酒地 这个社会的大眼睛一眼 难道他就能和你 以后一直到老的吗 也未必 所以现在的女性 左选右选一看 还是钱更靠谱 经济更靠谱 就算你人不好 最后离婚了 至少我还有钱 对不对呢 你想一想 是不是现在很多人 你看离婚了 离婚了怎么样啊 你的分道前了 过得还挺好的 大家一看呢 左选右选 还是这个靠谱 你看是不是 所以 现在社会这些现实 造成了现在年轻人 对婚姻观的态度 你说什么 咱们再说说生育观 很多人就纳闷 你说以前计划生育 大家偷摸生 想着生 现在放开二胎三胎了 大家反而不生了 这是为啥了呢 因为过去和现在养娃不一样 过去可能生活条件不好 但是过去养孩子什么 低成本放养孩子 吃口饭 对不对 然后玩是吧 没事就玩吧 学习 当然都希望学习好 当然希望这个好 能好就好 不能好 也不会给你办各种部课 玩各种部课 差不多就行了 玩是吧 然后啊 你这个楼上楼下 就外头玩 一帮小朋友疯跑啊 到点回家吃饭就行了 你看玩着玩着 孩子就长大了 很简单 现在呢 现在是高成本 精养孩子 咱不光说付出金钱 你还要付出精力啊 孩子要吃好 要穿好啊 还要玩好 是不是呢 然后各种培训特长 然后不能让孩子说到起跑线上 哎呀 为了学习 家长付出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呢 现在经常说 要快乐教育 让孩子快乐啊 说良心话 现在是不是很多父母都想骂呀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社会正在挣扎 正在拼搏的父母都知道 现在快乐了以后 你活的就会艰难了 你现在多快乐以后多艰难 咱不是那种大富大贵的家庭 没办法给你铺以后的路 所以这种靠自己 靠自己在现在为止 学习还是最有可能改变你生活的一条路 所以说怎么敢让孩子快乐起来呢 你说是不是呢 所以你看看 现在社会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说呢 条件特别不好的 比如说一些农村的 他们反而多生 反而感生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啊 就和以前过去那些人 一个想法什么呢 低成本放养孩子 无所谓 啊我也敢生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条件特别特别好的那些人 我养一个养俩养三个 无所谓 无论经济上金钱上 无论金钱上精力上 我都可以应付得了 无所谓 还有故人都行 是不是 所以不行 那么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呢 养一个就已经亲尽全力了 就已经在拼了 嗯 让孩子自己拼一把 自己已经在拼一把 实在是不敢生了 关键问题是 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我说这种家庭 是不是 所以生海 生二胎 生三胎的人越来越少了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原因的 哎呀 所以说 我们思想的转变 年轻人思想的转变是什么 是社会造成的 你说是不是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 看大事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